今天我们给老虎上一课 老虎请我们吃江西菜 走 这边菜老贵了老虎要破费了 开始上课了 我们现在炒一下这个最硬的菜 甲鱼盆土猪 这一道菜400块钱 这甲鱼盆土肉 这甲鱼全都是胶原蛋白 这种是生态养殖的甲鱼 特别香特别好吃 这是土猪肉 这猪肉跟糯米做的一样 非常非常软弄 一点都不腻 太好吃了吧 再来个甲鱼盒 有的姜是你能吃辣 甲鱼的盒 漂亮 都是脚 太香了 真好吃 然后这个是甲鱼 这个是土鸭子 老板说是会飞的鸭子 特别瘦的那种 就是这个味 我就喜欢这个重口味 哇 蛮够的 大肉 肉质特别紧实 每一道都是这个虾肉 每一道菜400块钱 有一点点汤 价格比较昂贵 这边所有的菜老板说都是从柏阳那边运过来的 主要食材 嗯 真香 这一道青菜 这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胡椒鸡菜 叫做梨蚝 梨蚝炒腊 所以说这土鸭呢 一点都不肥 干了吧 热菜进口的时候 有种芦笋的感觉 哇 吃完了以后 这种很特殊的香气 整个口腔里面都是 能持续很久 这道菜 这苦笋小长汤 朋友们我 我才看名字是什么菜 东北叫粉面 这就是粉面 这能下火 这一份是黄骨鱼焖的那个油豆 看它汤汁都是金黄金黄的 虾鱼土豆肉必须还得来呀 这个菜太太美味了 我来像减肥的 但是一看到 今天的肥也不能减 这个油豆腐都充分吸收了它的鲜味跟香味 哇 这道菜的汤汁真的 非常好吃 这就是黄骨鱼 它长得跟鲜鱼有点像 它是黄色的 特别鲜嫩 好热 这种鱼我们也会拿来煮汤 煮汁的汤非常鲜美 我发现江西菜也是特别下饭的 咱来点米饭 还有这个大肠 好吃 好吃 这么的菜贵是珍贵 但好吃是真好吃 我感觉有点像我们客家菜 看上去没有什么太出重的地方 但它食材贵 过去贵在食材上 味道真是每个人处 就400块钱一块的菜让我一个人处 还蛮多 太香了 还有一个江西草莓粉的东西 下次的 我发现江西菜今天挺辣的 它非常好吃 辣的开胃啊 嗯 要吃到 那种香辣的感觉 好 瞧这一份甲鱼 你拌再来一碗 再来拌碗吧 好嘞 甲鱼肉真的好吃 我觉得这里面的甲鱼跟那个红烧肉 都是级品 哇 全都是胶原蛋白 这个是米饺 里面是 豆干韭菜 在半煮鱼里面 这个黄鱼最咸 豆干 还有一个这个 咸的辣肉 非常嫩 特别有点辣辣的味道 没吃出来反正很好吃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今天我们吃的这些 都是博洋福 它那边的特产 像这个梨蒿 像这个土芽 甲鱼 都是国样物来的 真的非常非常棒 这边的菜 这边的菜真的是都是从 看我夹到一个啥 甲鱼头 哇 这甲鱼好大 吃它一层皮 吃它一层皮 太好吃了 这一顿干掉一千块钱 哈哈哈 老虎这颗上层没有 还可以 还可以 很厉害 好了朋友们 那我们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 拜拜